北北基陶首都生活圈只有基隆不是直辖市 为了基隆的发展与各项建设的争取 提升市民的权益 谢国良市长在上任后 第一次的事务会议后表示 将由民政处与公务处纳入民意考量 一起来推动 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将从合并升格或其他方向来思考推动 基隆要争取成为直辖市的这个议题 我想要来跟各位报告 因为长久以来 基隆就是因为在整个北北基 甚至北北基陶一千万的人口里面 唯一三十几万是没有纳入直辖市的 那没有纳入直辖市 他在整个待遇上 他在整个市民的享有的一个权利上面 我觉得有受到了一些损害 所以包括我们也看到 林佑昌林前市长在他的任内 也曾经提过北海市相关的规划 所以我认为说 在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让他能够有直辖市的一个待遇 我觉得是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第一个市政会议上面 其中过去也在我的竞选的过程中 都有提出基隆市一定要变成直辖市 或是直辖市的一部分 对于基隆市的市政发展 才会有真正的帮助 那我今天在市政会议上 我也请我的民政处张渊祥张处长 来针对于这个基隆要成为直辖市的这个议题 相关的一些数据 民众的一些权益 还有未来民意 如何在这个意见上面 也能够表达 还有未来 假如民众多数是赞成的 那么基隆变成直辖市的几个选项等等 都希望开始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也好 成立一个team也好 开始去准备 去规划 去研究 然后逐步来推动 那我们没有设定任何的时间表 但是只要有进度 我们就继续来进行 那另外呢 因为我是特别感谢这个陈耀川陈祖密 在这个侯友宜侯市长的这个同意下 来基隆来帮忙我们市政工作 那除了是公务处长以外 他也是我们正式对于新北一些工作相关的一个 这个合作的一个窗口 那大家都知道 假如基隆市要变成直辖市 也一定有可能会跟新北要谈某种程度的合作 因为基隆其实是被整个新北市所环绕着 所以我未来会请张元祥张处长 负责这个计划来好好的推动 让基隆能够变成直辖市 让基隆市民能够享有直辖市民 能够享有双北直辖市民的待遇 那另外有关于新北的工作 那我会这个相关的讨论 那我也会请这个我们陈耀川陈处长来协助这个我们这个团队来一起来落实更多的规划 思考跟逐步推动 就像我讲的 这个推动是没有时间表 但是我们是绝对是积极在推动 升格陈之辖市有几种方式 一就是单独升格 单独升格过去的案例 有这个新北市 就是过去的台北县 它是独立升格 过去也有这个合并升格 那像台南市跟台南县应该就是合并升格成新的台南市 那也应该有所谓的并入直辖市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所以我觉得我会从 因为独立升格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人口就明显不足 所以我会从合并升格跟其他的选项当中 去思考基隆市未来的方向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在我做基隆市长的任内 我一定要推动让基隆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城市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谈到所有经费的问题 所有捷运的问题 所有交通建设的问题 甚至所有月票补贴的问题 全部都是碍于我们本身是一个县市 而不是一个直辖市 很多的发展都受到了阻碍 所以比起我们足足在过去第二任的最后面谈合并 我个人认为我在我的第一任的第一周 我就希望来好好谈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我们做一点时间准备 成功的机会成功的效率也更大一些 总之我们一定要往这个目标来迈进 这不只是我的政见也是我的心愿 我很想让基隆市变成直辖市的一部分 谢果良强调为了帮市民谋福利与基隆的未来 他上任第一周就希望积极来推动 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避免基隆被边缘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留下姜毂